女孩为了替付还债与富豪达成交易 如果三天之内能怀上富豪的孩子 就能得到500英镑的报酬 但产子后两人就一别两宽 让这件事永远成为秘密 第一晚他们都十分的拘谨 米娅希望保留着最后的两件衣服 而查理非常绅士的同意了 第二天 查理或许是想缓解两人的负罪感 主动找米娅交谈 他们从面试到上岗 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与身份 查理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也只是趁没有人时偷偷交流 查理很是愧疚地告诉米娅 米娅是以父亲为责任选择做交易 自己也是为了不能言说的责任而交易 米娅与查理用不露信息的话语 大吐心中的苦水 他们不问为何烦忧 只问如何能让对方开心 长久压抑的情感得到宣泄 两人对彼此有了若有若无的好感 到了晚上时 他们显得不那么抗拒 听到他这样说 查理慢慢地转过头来 沉默不语 眼神有点欲言又止 第三天 两人一起站在海边散步 身体距离足有三米 但相互之间对视的眼神都带了笑容 享受与对方在一起的宁静 米娅调皮地看着查理说 我想大叫大海你全是谁 查理宠溺地笑着说你喊吧 米娅对着大海尝试大叫 可没有成功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想想也是 在注定今晚就分开的男人面前 敞开自己没那么容易 尽管才相处三天 可他们都觉得对方与自己灵魂契合 只可惜他们只有三天时间 此去今年 他们不会再见 十个月后 米娅生下一个女儿 米娅甚至都没看一眼女儿 女儿就被抱走了 而米娅能做的就是在孩子生日这天 写一封永远无法寄出去的生日赫康 除了对女儿的思念以外 她还怀念与查理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虽然只有三日的浪漫 却仿佛已经定格了她的一生 一转眼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米娅以家庭教师的身份 混进了查理的家 她想知道自己的女儿路易莎过得还好吗 女仆用不屑的口气说 路易莎就是一个捡来的 还把自己当作大小姐一样骄纵和孤僻 路易莎有一个独暑的湖中小亭子 经常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却又像在和谁对话 没有人知道她想干什么 米娅悲伤的凝视出庭的路易莎 看着如今眼带忧伤的孤僻忧郁少女 米娅心里满满的愧疚感 而路易莎见到米娅时 只是嫌弃地让米娅这个家庭教师馆 这让米娅很伤心 晚上管家告诉米娅 虽然查理很爱路易莎 但因为查理父亲只会吃喝玩乐 四处欠债 查理很小就为了债务四处做生意 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路易莎 所以哪怕他们是妇女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树立感 第二天清晨 做生意的查理回来了 路易莎熟能生巧地爬上查理的肩膀 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让米娅很是开心 至少路易莎没有缺失父爱 当查理见到米娅的那一刻 笑容慢慢地消失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个定时炸弹留在身边 他想把米娅赶走 可按照法律规定 家庭教师必须干满一个月 雇主才有资格开除家庭教师 于是他只能把米娅留下来 查理带米娅见了自己的妻子 妻子十年前因为一次意外事故 成了植物人 自己又需要继承人 没办法才选择交易的 查理恳求米娅如果能怜悯妻子 就发誓不要说出七年前的事情 米娅结合几天的信息 得出七年前查理说的责任是什么 因为失职的父亲 导致查理极其重视责任 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 所以她无法背叛妻子的另取 才找到了自己帮忙生娃 父亲和妻子就是她说的责任大善 为了能下来和不给查理施压 米娅选择发誓不说出秘密 也因此可以留下来 但她的挑战远没有结束 我懂得怎么办 你只是一个侣服 那是够的 你只能随着 你会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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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准备我 我会随着你 侣服 侣服 用颜料泼完 气走三个家教的学生 米娅也朝自己的脸上泼了一杯 这既是对路易莎父亲的沉默 也是对自己这个母亲的沉默 米娅为教育路易莎选择家教身份 但是路易莎不喜欢受人约束 连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 查理又因为自己痛苦的童年 而放纵路易莎的骄纵 米娅只能把路易莎 关在教室里教导学习 无论路易莎如何哀嚎辱骂 使劲砸门都无济于事 不上完课坚决不让她出去 查理听到路易莎的呼喊 急忙冲上去解围 可米娅将门反锁 用身体挡住门口 坚持要以自己的方式教导路易莎 查理听着路易莎的哀嚎 癫狂地认为米娅想伤害路易莎 米娅的眼中沉满了泪水 用前台词暗示查理 你是孩子的父亲不假 可我也是孩子的母亲 没有那个母亲会舍得虐待孩子的 我只是想教育好了她 米娅表示路易莎的性格已经孤僻起来 对查理这个父亲也有一定树立感 而自己能改变这一情况 米娅向查理保证 无论路易莎受到什么惩罚 她也会同样惩罚自己 查理被米娅的话语说服了 让路易莎好好听米娅的话 虽然没有了靠山 但路易莎的抗争还在继续 她将餐盘砸向门口 女佣在门外幸灾乐祸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米娅不急也不忙 路易莎闹绝食 米娅也跟着不吃饭 你想干嘛我都陪你 谁叫我是你母亲呢 很快路易莎就无计可施了 开始学习阅读米娅精心给她准备的小卡片 一次上课时候 米娅用话语催眠了路易莎 缓解了路易莎对查理的树立感 让她遵从自己的心意却敬爱查理 这同时也是米娅的隐藏想法 七年里无数个黑夜 思念版了三碗的浪漫 一次次带到米娅面前 而当火光重现时 她要不顾一切地冲破各种阻碍 去寻找她的路易莎和那个男人 由于路易莎被暂时地驯服了 家里每个人都欢心鼓舞 就连查理的好友也对米娅高看一眼 好友之前就想跟米娅求婚 她询问了一下查理的建议 心中对米娅藏有爱意的查理 已才认识两天 不合适的理由给否决了 好友这次直截了当地约见米娅 问她是否愿意和自己去美国生活呢 米娅拒绝了好友 好友最后独自离开了庄园 在走之前 她猜测米娅有爱的人 查理始终沉默不语 有人说 爱情之所以美丽 并不是因为日夜相守 而是朝思暮想 查理的心路历程和米娅一样 长达的七年的朝思暮想 那份三日情缘已然变成爱慕 但看中责任的她却没有米娅的撒脱 只能把愁续告诉妻子 她甚至有时候幻想过 如果当年没有坚守所谓的责任 而是跟米娅私奔跑路 现在他们应该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吧 这么多年她靠游泳来克制爱恋 却依然忘记不了米娅 现在米娅的出现更是让她无法自治 让她有了成家的渴望 这天上课时 路易莎抱着查理的脖子不肯撒手 米娅提醒查理疼爱不等于溺爱 查理终于狠下心 扯开路易莎的手 让米娅继续管教她 路易莎为了表示抗议 不断羞辱米娅是个吓人 被米娅泼了一脸颜料 随后米娅又泼了自己一脸 米娅恨极了 她想不到自己的女儿居然如此不可理喻 她告诉路易莎不要以为现在有钱 就代表以后有钱 混世魔王路易莎终于被米娅说服 开始安安静静地学习起来 甚至告诉米娅她知道躺在床上的妻子 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每天会去湖中小屋 在那里她可以看见母亲和她待着 这话让米娅很心疼 每天晚上路易莎入睡后 她都会走进房间 给她一个晚安 出来之后 米娅遇见了她的妻子 面对熊熊火光 两人聊起了七年的思念生活 最终再也压抑不住内心 他们成为了夫妻 也开启了悲剧的齿轮 女儿推开房门 看到了敬爱的家教和父亲躺在一起 她感觉自己被遗弃和背叛 路易莎伤心地一步一步向池塘中心走去 湖边上的冰层并不够红 她掉了下去 米娅看到了这一幕 母爱的本性令她毫不犹豫地 跳进冰冷的湖水 连拖带拽地将路易莎救出湖底 把她带回房间想办法给她取暖 路易莎躺在温暖的床上 享受着米娅的照顾 路易莎心里悄悄接纳了她 路易莎的事情本应该是家里头等大事 但查理却无暇顾忌太多 查理父亲的任性终于败光了家产 为了给父亲擦屁股 查理便卖了包括房子在内的所有财产 她现在可谓是一无所有了 夜晚她坐在妻子身边 像是一如既往的自言自语 又好像在问妻子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她经常想十年植物人生活 真的是妻子想要的生活吗 那句没有任何感觉和意识的身体 难道不是锁住她的监狱吗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知道答案的问题 但查理这样的生活真的太苦了 她也无法再承担下去了 她怀着愧疚的心 熄灭了炉火 打开了窗户 掀掉了妻子的被子 愿由寒风将她的体温一点点带走 查理跪在妻子身边不停地忏悔 这栋房子曾经是他们的爱潮 当妻子成为植物人以后 这栋房子仿佛变成了监狱 困住了所有人 现在妻子可能解脱了 自己解脱了 路易莎解脱了 大家都解脱了 葬礼上米娅一直看着查理 她怀疑是查理下的手 米娅坐在妻子的房间 艰难地质问查理 查理承认了 米娅不知道该如何继续面对查理 她爱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也爱她 可这一切不应该建立在妻子的死亡之上 这样的爱情是罪恶的 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查理表示这一切不管米娅的事情 这桩悲剧或许早该十年前就结束了 现在就让他们去弥补当年的那个悲剧 米娅听完紧紧地抱着查理 两人相拥而泣 路易莎无意中发现了米娅的绘画本 看到了里面的生日卡片 终于明白了米娅的身份 她抱着米娅不肯撒手 她不在乎米娅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她只知道母亲回到了自己身边 故事的最后 查理带着米娅和路易莎坐上了远去的马车 他们即将离开生活了数年的老宅 也不再是所谓的贵族 可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悲怅 反而洋溢着幸福 一家人只要在一起 哪里就是家 本篇名为《辛苦》 解说中没有提到的一个故事是 妻子的妹妹其实也喜欢查理 用管家的身份陪伴了查理十年 如果她当初勇敢地表达爱 说不定就不会有米娅的存在了 米娅则是一个坚韧而勇敢的女子 再怎么打磨依然几两品质 微微仰起下巴 眼神从不飘忽 生活是那样的沉重 层层禁锢重重责任 自由不过是一种意想 幸福却是每个人的想念 想要爱就努力地争取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爱的人 也需要有被爱的能力 当你出生时就有痛爱你的父母 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终究有一天要离开父母的怀抱 去过自己的生活 这就需要你拥有知识 拥有绝对被爱的资本 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 只有心头跳动的火花不灭 终究有耀眼的那一刻